很开心Pam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资政报告里面关于医疗方面的政策 值得留意 Pam 当然大家都会关心疫情 但是疫情也有很多人说了 我们不如医疗除了关于疫情之外 医疗都关于我们老人家有没有人看病 有没有医疗 有很多所谓慢性病的问题等等 这一方面你觉得这次是否因为太过关于疫情 其他医疗没有说到还是比较少 整体的感觉是怎样 整体的感觉比较少 这次的资政报告是着不比较少的 整个医疗体系的发展 整体发展 如何又没有一些新的措施 其实这次见到没什么惊喜 但也高兴的 见到今天政府也是非常着弱去推基层医疗的概念 今天政府主力基层医疗的措施 都是围绕着地区康健中心的发展 这个也是好的一步 因为我们着重地区的健康 这个是非常好 但这次见到政府的新的措施 就是公私营协作签计计划 我想我先说一下现在的进程 葵清康健中心就上年9月开始去运行 他现在都有类似去推行一些慢性疾病管理的计划 那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在葵清康健中心去看了一些检测之后 如果有什么呢 就会可以在相关的私营医生那边 就继续看糖尿病高血压等 这两个为主 那就可以继续看 但政府只会是资助250元每一个计划 最高是两次的 有些病人其实我们都跟他们谈过 他们就会认为太少 然后就有机会考虑 我其实回公营 那我去看医馆旗下的门诊 那我继续去做这个 就是拿药各样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先渡计划 其实可能是一个政府的 effort 他们的 effort 去推一些长期少少的慢性疾病管理 那当然他没有公布一些很细细的资料 那但是这个也都有 就是potential去減轻 长远来讲減轻公营医疗体系 尤其是门诊方面去帮助病人 去做慢性疾病管理那个 burden 好像去年有说医疗人手 今年就好像没什么说到 今年没什么说到 去年还在说 怎样可以如何好好地吸引 多些海外培训的医生来到香港 去provide service 但是当然大家知道 医生人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医生人手在香港短缺 那其实当然政府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在香港培训的医生 加学位等等 上年份资政报告反而有说 海外培训医生 政府现在可以考虑 怎样可以提供一些训练 一些培训机会 给他们在香港继续训专科 尤其是考中期试之前的医生 他们怎样可以吸纳他们来香港 但是今年就好像没有了影 好像没有再提这件事 尤其是海外医生 我们怎样可以吸纳他们 进来我们的体系里面 所以这个就比较失望 其实今年疫情都有一些失望 因为海外培训医生 执业资格是 今年全部取消了 所以海外培训医生 就不能在那个途径 来香港执业 成为正式决策医生 今年这个月在立法会 就是有一个议员提案 就是很大比操的议员都是支持 就是怎样能够优化 放宽海外医生来到香港工作 帮到我们的医疗体系 这件事似乎是一个 立法会的共识 但是都没有落到施政报告 有任何的提案 希望就在立法会也有 一些议员再次讨论 希望长远来说 他们都会继续在这个议题上 继续去想多些